總共有1到5次上課 然後今天第6次上課 然後每一次上課也大概說一下 這個上課內容 基本上上個禮拜 這個我們 講到有關這個撰寫VBA的部分 所以其實前面的重點不外乎就是 函數據及VBA 然後裡面包含還有 樞紐分析表、樞紐分析圖 大概這幾個項目 將來的話這些其實 我是覺得除了說 未來在工作上很好用之外 當然將來你只要生活上面 牽涉到有關 資料的統計分析 其實你都可以利用Excel來試試看 因為這個工具其實我就覺得 相當的實用啦 OK所以盡可能的話當然你可以活學活用 那甚至如果你將來要拿來做一些 比如中文系的一些相關文件資料的 查詢的話其實也OK 你只要把資料倒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理論上你就一個段落 一個儲存格 一個段落一個儲存格 那將來用篩選 馬上可以把資料 快速做查詢 甚至如果你要做那個 比如說 字評分析 哪個字出現 頻率最高 或者哪個詞 哪個人 哪個地名 哪個什麼樣名稱出現最高 那當然一樣你也可以把它拆解 然後再去統計它的數量 OK因為現在慢慢 這個 人文方面的 這個 研究方式慢慢還是偏向量化啦 因為其實有時候 畢竟你說 人文相關的研究如果量化 是不是會變得很奇怪 我覺得倒也不會啦 因為有時候其實量 主要是反應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特別 比如說紅蘿夢裡面為什麼 哪個人出現的 機率最高 OK那當然相對啦 那個人的 名字出現最多 相對的 那個當然有一定的 重要性嘛 不然他會反覆出現那個人 或者是說輪語裡面哪一個 哪一個字 出現次數最高 OK除了說一些發語詞之外 比如說像 想知道輪語裡面哪個字出現 次數 比如說仁義理智好了 到底孔子 他主要強調哪個部分 你可以統計 比如說仁這個字出現幾次 當然你不可能在那個輪語裡面 一萬多字 我記得一萬八千多 你不可能每個字每個字慢慢去 去細算 對喔 但如果你假設你今天要用那個 Excel幫你統計的話 那你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OK 可以想想看 OK如果可以 當然表示你對於這個工具 其實是掌握的還蠻好的 也就是這個工具 其實它可以讓我們做到很多的事情 當然它主要 最原本設計的 主要是在商業用途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拿來用在 人文方面的研究使用 或許有的時候還是需要 花一點心思做個轉彎 因為大部分人 可能人文方面的 比較少這樣用 但是 是不是不能這樣用 我倒不這樣覺得 只是說因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可以怎麼用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某些工人熟悉的話 那我想應該 就比較沒問題 大家怎麼做啦 也許之後有機會我們再來討論好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還蠻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我對這個工具其實算是 算是熟啦 OK 而且 我也 幫企業啦 或者一些 單位 命題 OK 所以其實 那為什麼會找我 我會今天蠻納悶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找我 OK 那你表示說 你認可我 那我當然 我就 那我大概歸納出來幾個方向 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 要成為Essal 至少是 算是熟悉的人的話 因為在業界 他希望找的就是 他 這個人 是至少 Essal使用上面 沒問題的 那怎麼找到這樣的人 其實應該是會有一些標準的 標準就是我之前講的 至少啦 我自己個人 覺得第1個 你函數不會用 你第1個 你 基本上不能說 你會用Essal 你函數都不會用 你說你會用Essal 第2個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你不會用 那你會用Essal什麼 對不對 那也撐不上你會用 充其讓你會開而已吧 打開然後 做計算 那計算你用計算機 他會比計算機快 可是 好像也好不到哪裡去 對不對 那還有就是說 聚集錄製 跟VBA 所以這些的話 我建議 這個應該是 目前現代人 最低的限度 OK因為 你們現在活在當下 當然你就要具備有當下的 一些能力 不然將來 你到外面 不管工作 或人家一般在 處理事情的時候 然後叫你幫忙一下 我想 你可以馬上做出來 人家就 不錯喔 至少覺得說 你是認可你的能力的 不會說一種 你們現在大學生都怎麼 感覺好像 跟以前我們高中生 有時候會講這種話 好像差不了多少 程度怎麼 不OK 當然就不適合 至少啦 你會有一個基本的 那當然再來的話呢 我影片會放在這邊 所以請各位 回去的話 也許啦 你假設我們之前 講過的內容 不太熟悉的話 你可以回去再看過 然後 總共有四段影片 每一次上課啦 其實我都會把影片放上去 所以前面的東西 假如你不太熟悉 我剛剛講的 其實都有在這邊 包含就是說 前面或許都會有函數啦 比如說哪個函數 那當然呢 函數太多 250幾個 不可能每一個 都 一個一個講 所以我會 遇到問題 解決問題 所以函數怎麼用啊 其實主要就是說 你要知道函數怎麼使用的方法 自然而然你遇到什麼 你可以去找 OK 比如它有分類嘛 OK 比如這個是跟文字有關 那你就找文字 跟時間有關 你就找時間 OK 那即便你沒用過 至少你也會大概知道 喔 原來它跳出來 會問你幾個問題 你給它需要的東西 它會給你 你要的結果 那這樣就是函數的一個 概念 也沒那麼複雜啦 你也不要把它 太無線上剛 理論化 不需要啦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 你要懂得使用操作就好了 這個有點像是你會搭車嘛 就像公車你會看時刻表 有沒有 現在比較好一點是有手機的App 還有GPS定位 你時間到 再出去 理論上現在公車互點的機會 我不知道桃園啦 在其他縣市好像感覺已經好很多了 時間倒在去 尤其是台北啦 台北市的公車是最 最OK的 因為時間 真的還蠻精確的 那更不要說捷運 台鐵就不OK了 台鐵有時候就霧點幹嘛的 反而台鐵是一個大家比較詬病的 甚至有時候說台鐵是不是可以 乾脆把那個 捷運局的局長換到 台鐵局去看看 會不會 讓台鐵也變成像 台北捷運一樣 這麼的 感覺是很 很進步的 哇 那就不得台鐵就整個換了 是辦不到嗎 我覺得也不是 感覺好像就是 是不是有什麼太多的包袱吧 如果你把它做一個改變 它就換了一新了 不能做到嗎 像你看高鐵好了 高鐵也是 鐵路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高鐵可以做 但是為什麼台鐵就是 對 一樣是鐵路嘛 像捷運也是鐵路啊 它也是走軌道的嘛 那為什麼就差距這麼的遙遠 而且台鐵 車子都還蠻好的 像那個EMU3000 最新那個 日本過來的那個 新自強號 我去做我覺得很棒 不會輸給在日本做的那個感覺 可是問題就是說因為是台鐵經營 就好像感覺就差了一個 因為我自己對鐵道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在日本 我幾乎 日本現在有 九條加一條 十條蒼崎 新幹線也通車了 我都很想去做 因為基本上 幾乎每一條線我都去做過了 OK所以我對新幹線還有帶 日本的鐵道 其實還有那麼一點興趣 當然不是說鐵道迷啦 但是我基本上 也是還 不會說太不熟悉 OK 還蠻熟悉 所以現在解封了可以出國 我最近又要開始查機票了 開始查住宿了 一直就感覺 整個 突然感覺好像燃起了 一個 突然以前沒辦法做的事 突然好像可以做了 這感覺突然間就很開心 尤其現在長崎的新幹線 那長崎新幹線很妙 他從那個福岡 博多站 本來應該直接通到長崎的 我記得好像大概200公里吧 不過他現在很奇怪 因為左鶴在中間 左鶴他們就是不同意 因為他左鶴要出錢 他就不出錢 所以他現在變成說 他必須要先搭 有點像搭自強號到 左鶴 然後到同一個月台的另外一邊 去轉高鐵 轉那個他們的新幹線 那等於一半而已啦 這樣子有啦 有比較省 本來好像要 兩個小時的時間 現在變成只要90分鐘 是省了半小時 那我覺得好像 你就讓我 不然我乾脆就 直接搭鐵路就好了嘛 就像你像資強號直接到 到台中 距離大概到台中 差不多 OK那我就直接搭到 我還要換車 雖然換車他已經做得很 我覺得日本人換車 很方便 因為他 只要你下車 你到同一個月台的另外一邊 就是你可以上車的地方 在很多地方都這樣設計 所以我常常在日本轉車的時候 我很擔心 我轉車會不會來不及 後來發現 我是 想太多了 因為他其實就是 你下車的地方 他的另外一台車 就剛好在那邊等你了 Standby 跟那個台北 中正紀念堂站 蠻像的 中正紀念堂站 不是那個 綠線 跟紅線 交會的地方 常常就這樣 紅線到的時候 綠線的車就剛好在對面 你就不用說 還要特別 還要在等車 不用 因為他剛好時間 就算準了 你這個紅線到的時間 剛好呢 綠線剛好也到 他好像有 特別算過 所以如果這些都很 幫忙 算得很好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整個就是很舒服 那這些其實背後都很需要 有很多人 特別 在背後幫你做 時間的規劃 這個怎麼規劃 其實以前當然用人工 可是現在很多都一定要靠電腦 因為電腦用什麼最低下限 其實說 最簡單用Excel 你會發現工作上 你說他們是寫程式嗎 我覺得有時候 不一定 殺技用牛刀 簡單的事情又簡單處理 最簡便的就是Excel拿來 然後把它統計一下 算好時間 跟那個司機講說 你大概多久開到那邊 然後我就跟你講 你一個時間到就好了 所以你算準了 甚至他有些是自動駕駛 你這樣自動駕駛就設好時間 開到那邊剛剛好 這樣不是感覺就很舒服 所以每個地方如果說 一點點一點點改變 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 城市 整個國家的那個運行 你會覺得 就很舒服 其實說真的台灣如果把一些地方改善 說真的一點也不會輸給 其他國家 OK 大家有地方 他還是跟日本沒辦法比 但我們可以改變 最大的問題是交通 我覺得 交通實在是 行人的路權 真的是完全 不被尊重 就像你要過馬路的時候 像我是會停 我看到有路人 哪怕我是騎摩托車 我看到有路人要過馬路 我一定停下來 可是你知道嗎 我停下來他還不過 他還肆意說你趕快你先走 我想說我就是要讓你 他就不敢走 很奇怪 OK 哪怕你等他了 他還覺得說 他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這也是台灣 你搞錯了 你不是日本 可是日本一定會停 有沒有 或者在美國也一定會停 但如果說以後 假如每個地方 走路都很舒服的話 那以後我就走路就好 我也不一定要 騎車 為什麼台灣那麼多人 愛騎車還開車 就是因為 騎車跟開車感覺比較大 尤其開車好像 比 比騎車還更大 所以你會怕亂停車的 一大堆 你亂停車之後 人家沒地方走 那造成別人的危險 可是造成別人的危險 是有因果關係的 但是大部分 可能 違規停車造成別人 好像也不見得會被處罰 很奇怪 有的時候就開走了 那好像不干他的事情 這個不公平 因為這是因為你的 方便 造成別人的危險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很多地方都值得去 思考 因為再來就其中 所以呢 我上個禮拜有講到 有關 就是作業的部分 我會希望說我們 需要有一個 資料可以來處理 那當然我們可以 找文獻資料 不過文獻資料我是覺得 古典文獻資料來處理起來 複雜度比較高 因為畢竟他沒有格式化 所以我們也許拿那個政府的開放 我上個禮拜講過 也許我們 找那個開放資料 那我大概會希望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你可以找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 Enter的話 第一個其實就是 什麼 打錯了 剛剛打個開 好像就直接就開槍了 因為首先在那個 萬華發生的 槍擊案件 有看到他寫的遺書嗎 有 有看到他寫的遺書嗎 反正所以 還是人還是要走正道 其實你走了偏了 你以為你剛開始 OK 但之後你會回不去了 OK 所以 他好像想要回頭 但是 裡面人根本不放他 人在江湖 真的身不由己 也許就是這意思吧 所以最後只能 才57歲 其實還蠻可惜的 感覺好像是看電影一樣 電影裡面的情節 就類似這樣 自己就引誕之盡了 其實 在台灣還是有這種事情 OK 那開放資料 請各位找一下 那裡面的話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對於 交通 對於治安 對於 相關的東西 比如說你對於什麼 像有些東西對生育 出生率很有興趣 像我發現很多時候 到底出生率有多低 這裡面就有資料 到底結婚率多低 這邊也有資料 到底那個 你生了孩子之後 公託的比例多高 這邊也有資料 也就是說 政府的開放資料就是 他盡可能的把沒有隱私 沒有這個問題的資料 通通把它放出來 好處就是說 反正我就公開了 那公開的好處是說 大家也比較不會疑惑 不會說 啊政府都亂搞 黑槍作業什麼的 盡可能我們就 你就公開了嘛 公開也就沒什麼話講 因為反正資料就在那裡 你自己去看 OK 所以呢 假設啦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到底 台北市的治安好呢 還是桃園市的治安好 OK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從什麼資料裡面找到 可以從 相關的資料 比如說我治安好了 那我可以在這邊 輸入一個竊道 比如說你們等一下可以找一下 竊道 竊道是一個指標 關鍵字切 Enter好了 你會發現 這邊就 列出 流覽次數由多到少 最熱門是這一個 車輛失竊 車牌失竊 這邊有啦 然後還有犯罪 OK 像昨天發生那個事情 其實跟這也有關係 如果治安變好的話 那其實大家要怎麼樣讓治安變好 這個其實也是有數據的 然後歷年犯罪資料統計 那其中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是台北市的住宅竊道資訊 另外還有桃園的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假設啦 假設我想比較一下 這兩個資料 到底 台北市的治安好呢 還是 桃園的治安好 當然你可以量化嘛 這個量化應該沒問題吧 數量多的 理論上 應該是什麼 就是治安相對差一點 OK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歷年來的 比如說他的治安到底是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不好 如果越來越好那顯然是 治理得宜 有沒有有做 做事情 那如果 數量越來越多 那顯然是治安成效不好 OK 所以我們想知道說 桃園 這個 台北 到底 治安有沒有變好 桃園 那裡面有沒有資料 有在這裡 你說老師這個資料是不是很正確 我想這個是警察大隊公佈的 如果把它點擊進去 你們等一下 查一下那個開放資料的竊道 大概第五第六個吧 第五是台北市的 那你點擊開來 另外的話呢 我剛剛問的問題 甚至你可以打電話問這個鄧先生 鄧先生這個資料 公正性如何呢 他會回答你 我想應該他公務員嘛 他應該也不怕騙人 OK 如果你資料上有問題 你甚至可以打電話問那個鄧先生 OK 你說我們上課老師 有特別要求要用這個資料來做練習 OK 他應該會 蠻詳細跟你說明的 這不是開玩笑 這真的是有這個訊息的 有專人在處理這個資料 公務員如果他偽造的話 他是犯法的 OK 所以呢 理論上我想應該是 還是 蠻值得相信的 另外 計費方式是免費的 然後什麼時候 上架 最新的是9月 所以上個月的資料 如果資料有錯誤的話 你還可以甚至可以跟他講 可以跟那個鄧先生講 你們哪個資料 有問題 可不可以幫忙修正一下 他會幫你修正 而且我發現 我業界很多學生 像推廣部的學生來學 很多都是 警察 他們也需要 因為他們需要 對治安 做一些處置 OK 請各位第一件事先找 第二個的話 把它下載 下載的話很簡單 打開說CSV 這邊可以下載 或者檢視資料裡面 這邊也可以下載 主要我們要看哪些地方 只要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格式 主要我們用CSV 所以特別注意 我是建議你用CSV 如果用其他的 可能會比較容易有問題 像JSON JSON 或者是XML 也可以 但是比較複雜 那CSV 你直接就可以用Excel開了 另外的話 編碼方式 建議是找Big5 不過現在好像大部分都是另外 UTF8 如果你UTF8的話 你開起來會是亂碼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Big5應該沒問題 所以待會請各位把這個下載 下載之後呢 直接打開 如果是Big5 直接開 不會有亂碼 但是如果你UTF8的話 你直接開 會亂碼 如果是遇到亂碼 怎麼辦 那我待會說一下 也就是其中報告啦 第一個 我會希望 請你們在 開放資料裡找 你有興趣的 相關資料 那我 當然不一定要找犯罪的 也有正向的 出生人口 或者是 最近好像 兵役要 兵役 好像要 改成兩年 不得了 有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 改一年或改兩年 對你們影響蠻大的 那你可以先 查一下 相關 公佈資料 本來好像你們只要 幾個月 四個月 突然 變成一年 好像我們以前要當兩年 OK 那不得了了 其實 男生最喜歡聊天都聊當兵 但是如果叫你再去當兵 沒有人願意去 不過我覺得當兵 最 辛苦的 其實 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不能用手機 一整天都 不是一整天 一整個禮拜都不能用手機 那不得了 我看有些同學可能幾分鐘 不用看一下手機 不滑一下 感覺好像 浑身不對勁 你一個禮拜一個月都不能用手機 那還得了 所以是不是以後 也是可以開放的話我想大家都比較願意當兵 不然這件事不能 當兵的話 蠻辛苦 好那第一個 我們找到這個資料了 第二個我想知道歷年來到底資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那我想怎麼知道 你說老師這個我怎麼看的 砍錯向下 總共幾筆 3458 3457筆 那這麼多資料 我怎麼會知道 哪個多 你 你 你不是有看到嗎 這邊不是有日期嗎 有沒有 發生日期 他民國年假月日嗎 那你可以算一下 那怎麼算 104年全部加在一起 有幾個 105年 全部加在一起 有幾個 那加在一起之後 你就知道說哪個多哪個少了 可是問題 你怎麼算 用眼睛算嗎 你算到哪一年哪一月才能把它算完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只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 增加一個欄位 叫做年 第二個欄 第二個方法 用樞紐分析表 馬上就有答案了 第三個畫個圖 用折線圖 因為折線圖通常是時間跟數量 橫濁是時間嘛 橫濁是104 105 106 107 108 到110 是往上呢 還是往下 那你看圖馬上就一目了然的 OK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找到這個資料 把它下載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下載之後的話 那我們待會利用這個 範例 來 知道一下答案 所以呢 其中報告 我是希望說 主要 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們找開放資料 你有興趣的 那個內容 那至於哪一個方向 你可以找 因為 開放資料裡面就是各縣市 所以你可以找你 你所居住的縣市 不見得是桃園 OK如果你是外縣市同學的話 你可以找 或者你 喜歡的縣市也可以 然後的什麼 什麼樣類型的資料 當然我 剛好提到 治安 竊道或者是交通也可以 比如我覺得 到底哪個縣市最危險 那另外還有什麼 哪個縣市哪一個路口最危險 比如我到哪個路口 我要特別小心 因為那邊的事 它那個 事故率非常的高 事故的數量最高 那我當然到那邊 我一定要小心 可諸如此類的 或者是說 剛提的啦 出生、死亡、 疾病 還有像 出國好了 出國的 統計 比如這幾個月 出國人口 是不是 出國人數 是不是增加 等等的 太多了 那這上面 都有資料 因為這個 這個上面的話 政府開放資料 我印象中 已經有6萬多種 還7萬多種 所以其實 數量 非常非常龐大 那漲的就像 我剛剛給各位看那個台北市的住宅切道 只是你們要特別注意找的格式盡量是用CSV 第二個的話呢 編碼方式 大部分都是UTF8 少部分才是BIG5 所以如果遇到BIG5OK 但是UTF8怎麼處理 我待會也會做說明 OK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活學活用 其實你也不一定 真的把它純粹當成是作業考試啦 OK 那其實你會用這個方法 將來你再了解一個事情的真相 你就比較清楚 你就不會說 倒聽途說 新聞怎麼說 你就怎麼信 別人怎麼說 你就怎麼信 我覺得有時候現在資訊太發達 但是絕大部分的資訊 都 不見得 是 正確的 很多時候 都是倒聽途說的 就像說 我想知道 柯P上任之後 治安是變好 還是變不好 OK 那我如果 這個見為之助 我如果從住宅竊道上面看 一夜之秋 至少 我看到一個端倪 那如果 這個OK 比如說 他變好了 那是不是其他也變好了 那還有什麼 除了這個竊道之外 還有搶奪 還有汽車 竊道 還有機車 汽車 是不是也都變好 如果都變好的話 那顯然 他的治理 治安上面 是有成效的 第一個 那我們當然可以從 第一個治安 他通過了 第二個的話 就是他的什麼 其他 像交通 生育 等等 每個面向我都分析 發現台北市 這幾年 真的是 變好了 我覺得這個好是 很實在的好 很 客觀的 那如果說你 感覺 一般人都覺得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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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當然 這個就是一種主觀的印象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請各位先把資料下載 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知道說 到底 台北市的治安是變好 還是變不好